看现在的阳光多好 本来今天想拍大提琴日记的 因为今天阳光超级好 但是我在调琴的时候 不小心琴弦断了 可能是因为最近转秋了 天气太干燥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大提琴老师 帮我安闲 因为我实在不敢自己 再去拧那个旋钮了 原来是要一边 完米戳 那如果用很久之后 它是不是会戳到对面去 会比较出来一点 但也还好 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 我没说我知道你会懂得意思 Hello大家好 我是何景欣 欢迎回到我的大提琴日记 我现在已经换完弦回来了 之前弦断的时候真的好紧张 因为我没有想到 它跟吉他的调弦方式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吉他调音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旋钮 就是朝一个方向拧就行了 原来大提琴在调音的时候 在转的同时 这个旋钮还要往这边戳 然后才可以让它不会跑 昨天这个弦刚断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无助 我以为我的大提琴就这样坏了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这种情况还是挺常发生的 不知道正在练大提琴的你们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你家里也有一把大提琴 天气也比较干燥 正在转季的话 就要注意让它的湿度保持跟平常 没有相差太多 然后温度也是 这样应该就可以缓解一下木头材质的变化 正好说到换弦 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给我的留言 问我的弦是什么牌子的 还有我的朋友说这一套弦起码要一千多 然后我当时还想不可能吧 因为之前弹吉他嘛 那一套琴弦可能一百多人民币就已经是很好的琴弦了 然后我去网上一搜 还真的是要两百多一根 我当时都吓坏了 断一次琴弦真的好心痛啊 那我也正好在这里回答一下大家问我的问题 我用的是这个Larsen Larsen的大提琴琴弦 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然后这几天我拍了我的第一支大提琴参与的流行歌的MV 想知道我拉的是什么歌吗 那就这周五锁定我的频道 看一看吧 那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吧 今天要练一首林木的44页的来自韦伯斯特的斜血曲 这首歌其实是五月份的时候学的 难以想象现在已经过了快半年了 然后我才来拉这首歌 这首歌是五月份的时候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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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不算 真的是好羞愧呀 没想到五个月之前的歌 我也还是只能拉成这样而已 我自己的感觉是 拉快了之后就是 很难控制它的音色 很难让每一个音都 饱满 圆润 好听 悦耳 但是我在拉的时候 总是会发出各种刺拉的声音 甚至泛音都出来了 然后我在拉这个的时候 感觉音准还是一个问题吧 可能最开始我贴贴纸 就只贴了这个 第一把位的四指的位置 最开始拉的歌比较慢 还觉得可以控制它的音高 我现在就有点失控了的感觉 我接下来还是先慢练开始吧 然后争取每一个音高都到位了之后 再开始加快速度 也不能一下子太心急吧 有人也在和我一样 正在练这首歌吗 你们的问题是跟我一样呢 还是说也有别的问题 不知道懂大听琴的朋友们 你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指点呢 希望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会很感谢的 好啦 因为这首歌篇幅也比较长 所以今天就先练这一首歌 那这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行 我要再拉一遍